下面我们来做画笔功能 我们先把这画笔的按钮空间 我们把这边再调整一下 这样子有点不太协调 这边太大了 不需要这么大 然后这个画笔呢 我们给它命个名 现在push button 这个是pair button 然后这个橡皮擦 橡皮擦我们也给它命个名 erase erase 擦除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颜色 颜色按钮 我们一个个来 先来完成我们的画笔功能 首先在画笔功能这部分呢 预先要把这个架构设计考虑好 我们画笔呢 是画在哪边 是画在我们的原图上 还是说画到我们的新的一幅图像 然后再把两幅图叠加 我们先考虑一件事 我们先直接就给它画到 先画到原图上面 画到原图上之后 后面我们再考虑叠加的问题 好 回到圆码 这个设置好之后 回到圆码 好 我们要给它做这个画笔的画图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记录一下鼠标的位置 这时候其实鼠标不需要跟着 为什么 它那个按住之后 鼠标事件就会有 这时候我们先直接给它重载一下鼠标的移动事件 好 我们一步步来 就是不是一次性就把这个全部设计好 你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去发现 好 就是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步要这样做 不然你不知道你跟着我全部做了 没法一点很顺利 那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步这样设计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步设计 先看 先让你看一下它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设计的这个方案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 好 先重载鼠标事件 好 鼠标事件 Q Mouse Event 好 EV 好 先把鼠标事件进行重载 鼠标事件重载的话 我们 假定我们现在就是给它汇到什么 我们就给它直接汇到我们的SRC当中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鼠标 我们把它放在最下面 好 鼠标 好 然后这个鼠标事件的 QMouse Event 这个投文件给它引用一下 好 鼠标移动 鼠标移动的话 我们现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它画一个 就直接画一个形状 画一个形状 那我们把这个形状画在哪边呢 我们可以就是 当然这个效率不一定高 QImage 好 我们直接 而不是QImage Q Paint 好 P 然后什么 直接绑到我们的SRC当中 我们直接给它汇到SRC当中就可以了 汇制到SRC当中 这个是要传指针 好 汇制到圆图中 我们先暂时汇制到圆图当中 后面我们再来改 好 汇制到圆图当中 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P点 Jaw Jaw9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 Jaw9 然后我们就选择一个位置 Q9 Q9的话 这根线肯定要有个起始位置和 和我们的结束位置 结束位置很简单 肯定就是我们当前鼠标什么 所移动的这个位置 那是我们的 结束位置 好 这是我们的结束位置 鼠标移动的位置 那我们起始位置应该是上一次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要把一个什么 把一个位置给它存下来 好 我们在这边存一个位置 好 我们比方就叫 Q 好 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一个Q point 好 Q point 好 我们来定一个MPOS 好 这个是 我们注视一下 上 上一次的鼠标位置 好 上一次的鼠标位置 然后这边就是对应的是 好 如果是src的话 这是圆图 好 圆图 上一次的鼠标位置 但鼠标位置记得一点就是 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先不管 假定我们先直接会 好 上一次的鼠标位置 好 MPOS 到当前位置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 MPOS 好 这是一个第一次的问题 我们先看 想一下第一次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次他可能是 这样做的话 他第一次是不是就是00 好 我们可以这样做 假定 第一次进来 Easy MPOS Is not 是空了 第一次进来 那我们这个MPOS 我们就直接等于当前就可以了 当前的 坐标 第一次进来 好 然后还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 会受到历史数据的影响 你比方说第二次打开图片 上一次这个MPOS是不是还在 所以我们什么 在每次Open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把它 给它清空 好 直接等于一个空的point就是了 好 每次要把它清空 不然会出现问题 你可以试着不清空 看一下 会有什么样问题 这时候是画笔 我们先打开一幅图片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没有指定 就是画笔的颜色和它的粗细程度 我们并没有指定 我们先确定一下 我们这个事件有没有进来 好 比方说我们按 已经进来了 画笔的颜色没有指定 因为它默认就是黑色 好 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 鼠标移动之后 没有update 是吧 就是画面并没有刷新 画面并没有刷新 所以我们当这个画笔 画面没刷新的话 就没有画上去 好 这个是第一步 肯定不行的 其实我们这边还少了一个判断 假定我们是写到src当中 那我们是吗 一幅src 是none 我们就不处理了 我们先暂定这样做 如果是none的话 你就没打开图像 我们就不要处理了 好 我们再打开一个图像 好 这时候来绘制 可以看到 这一步就已经成功了 我们画笔已经成功的 进行了绘制的图像 绘制的图像 但是你发现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当你鼠标比方松开 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画的时候 什么 他会把什么 这个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把画笔要调粗一点 就是说 当你鼠标松开的时候 我们把画笔颜色给它调一下 好 我们给它调一些颜色 在这边paint 我们给它做一个qpaint 这是临时的 待会还要改 我们代码是做重构的方式 好 我们把它的粗细程度 set宽度 我们比方给它20 好 paint set 刷子 刷子我们给它用 红色 qt red 好 先把这个 画笔给它设大一点 让我们好看一点 setpaint 好 先把这个画笔 设置一下 这是测试的 待会我们这个要注意了 因为画笔的设置最终 不应该在我们的 鼠标事件当中 应该是在外面 好 这时候可以看一下 线一个的问题 一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先解决画笔的问题 当你比方说 再画一根线的时候 他把这两个线给它 连起来了 是吧 先不谈这些中间连接性的问题 还有锯齿的问题 这个时候什么 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呢 鼠标松开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同样把之前的 坐标给它清空 好 那我们 先重载 碰到问题 我们才去解决的 那我们就要去重载 我们的鼠标 松开的事件 鼠标松开事件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其实只要把什么 把上一次的位置给它清空就可以了 那我们重载一下 鼠标 release event 在这边我们都可以直接做一个内联函数 因为它比较简单 没有其他的操作 那我们就是 m pose 等于 pue point 把它清空 好 给它清空 初始化 这个pose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时候再来打开 好 可以看一下 鼠标再画 这样的话就不受上一次的影响了 好 这样的画笔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现在 再来解决一下 因为画笔这部分 我们可以预先把一些参数调好 最后再来做设置 好 我们还回到这个画笔当中 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这个画笔课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给它做了连接方式 还有这个圆角的方式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给它把连接方式就是改成圆角 因为现在是什么方式 现在写的笔角的粗糙 然后Pen.set cap style 好 这个是我们改成Qt round 圆的边角 连接处 我们也是圆的 连接处 但是在这边好像不是太明显 Joint style 好 我们当然也把它先改一下 改成的圆的 好 圆的 好 然后我们再开启 开启 抗锯齿 好 抗锯齿的话 但抗锯齿 好 抗锯齿 抗锯齿的效果不一定是那么明显 然后但是比我们不抗锯齿要好很多 你不抗锯齿的话 我们的抗锯齿是针对整个Qpaint 就是Qpaint来设置的 不是对画笔来做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开启抗锯齿 set render 好 我们开启抗锯齿 Qpaint 它里面有一个抗锯齿 好 开启抗锯齿 因为你横过来画线没有问题 但斜过来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锯齿会很严重 我们打开抗锯齿之后 可以看到什么 画面是不是柔和了很多 柔和了很多 边角处 刚刚我们也做了处理 好 这样的话我们画线的 就如果是单纯画线 我们就已经设置好这些参数 就做好了 好 好 开启抗锯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